五台山上线菩萨,大白塔下遇贵人。 若人闻此五台山名,入五台山,踏五台山地,度五台山时,可以超四国圣人,接近无上菩提,闻出经五台山大白塔五台山,中国四大佛教之首大白塔,五台山圣境的象征大白塔,全民为释迦文佛深深设立塔, 据传此塔是设立子塔,地宫放有释迦牟尼真身头骨设立,因此得名,塔身为高五十余米的实心修筑,气势辉弘,雍容庄严,直入云霄,明满天下,它是圣境五台山的标志,更是虔诚佛教徒的向往。 2017年8月10日观音菩萨成道书圣日,由佛运舞台发起祝娟释迦文佛真身设立塔,缩小版舞台山大白设立塔,一万个的祝建活动,最终在各方善有的支持与资助下,顺利完成善与,功德人满。 祝娟佛塔,无量功德佛愿舞台再次感恩所有慈悲发心慷慨祝娟的各地善有,愿诸佛菩萨感恩此祝娟功德,保佑,各位善有吉祥卓一夜让尽处离苦的,乐福会双增缩小版的舞台山大白塔,恰好是舞台山大白塔真身缩小的三百,被塔内珍藏的经卷,为两部完整的佛清一位大方狂佛华言经。 二位经中之王妙法莲华经,以及药诗经,等最殊胜的成佛经典制作成的小小精卷装,在释迦文佛真身设立,缩小版舞台山大白设立塔,小小塔里令的此一尊佛塔,具备了百千一尊佛的加持立佛塔是三宝的所依,是佛佛的法身是真正的如意宝,对今生来世,有非常大的利益和加持假。 中供养佛塔定可或诸佛菩萨强力加持护佑遣除罪障,开智慧,延长寿命,一切愿望全部如愿以偿,这是三宝不可思议,的加持力。 供养佛塔功德一,竟念新的顺法心,二的惭愧,新的剑如来三,能持正法,如说修行四,的亲近诸佛诸佛伯土,随意受生物。 供养佛塔的金色深,具生具保留,若生人中的念佛金珠摩军众不能恼乱供塔方法,家里有佛堂可以供在佛堂用花、水果,灯来供养。 如果家里面没有佛堂可以供在客厅、书房或者自己工作的办公区域,放在洁净的地方用至诚心和供定心来供养,自然可销业章增幅会,也可以改变提升周围的正能量,使得周围的气氛变得,详歌清静更有利于工作和学习,修行。 八十余万字华言经,全文锦排版历时一月佛文舞台众师兄将把友善有慈悲注见的世家文佛真身设立塔,缩小版舞台山大白设立塔,发布给十方免费解缘。